大家好,我是一修哥 欢迎来到每日一修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回修培修的第七章 第四大点 第三小点 然后上次是讲到这个 这边还有个三小点 我们今天从这边之间 第四点开始 网络协议检查 检查网络中协议等 项设置是否正确 不管是哪种协议 必须保证网络内 机器使用的协议是一致的 网络中是否有重命名的计算计算机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网络中计算机名称会一样 有可能他会提示 跟什么有冲突 包括你的IP地址一样的话 也会有感叹号的冲突 B 他这边讲的协议的 一般就是TCPIP协议 或者是还有一个N开头的N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 网红警的话 在WIN7底下 他有个叫IPX之类的 那个协议要开 如果不开的话 而如果没有那个协议 可能还要自己想办法去给他增加一个 不然的话好像是见不了房间 就是不能组网一起打 B 如果不能看到自己的或其他计算机 先通过按RF来刷新 RF是刷新检查 然后检查是否安装并行用的文件 还有打印的共享服务 这是一个服务要开起来 是否添加了这个 刚才我前面讲的NETBUI协议 如果网络中 房地中有WIN 而是服务器 则不需要添加 如果没有则需要添加 就这个协议 就这个协议 通常这个打印文件和共享的话 这个也要到一个局域网里面 不然的话不好操作了 有些客户他比如说 他在他家里面 要控制他的工厂里面的 以前有碰到有一个 那个就要用到动态IP的概念了 而且那个设置还不好设置 还要关于那个host车的反向怎么操作 非常麻烦的 共享当时我好像一下就成功了 关于打印的好像还不好弄 还要路由器里面又要进行端口映射 然后又要用到花生壳的动态IP 除了用到花生壳之外 他其实还要就是用一个绑定的 那个动态的IP地址 因为你到网络上如果没有那个动态的 比如说花生壳那边给的地址去绑定你本地的 本地的那个地址的话 你在两个网络网段之间 它中间隔了很多地方 它是找不到的 而家里面这个网呢它又是 又是它那个是通过运营商分配的那个是零食的 而不是固定的一个IP地址 比如说你猫给它开关一次 它下次就会变更了 所以说要通过花生壳 这样可以动态的绑定 即使说你重新开关了 它下次它也还是 还是可以记住你之前的那个网络的网络的地址 刚才我们在言归正传 讲完了那个之后 还是还是看这边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协议我就 顺便讲了一些东西 如果是拼通网络 但不能访问网上邻居 或者其他中端服务器 可用于这个IP恐怖的命令行 这个是看IP地址的 或者是这个 这个是查找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 检查网络的属性 还有预员工作组等进行相应的更改 第一 TCP IP协议程序拼 可以检查网络的工作情况 比如说你可以拼一下内网 能不能通 然后再拼一下外网 这样可以分段的检测 你的网络到底是出在哪一段上面 有问题 如果是拼这个127.0.1 这是拼本机的意思 看你这个电脑的本身这个协议 各方面也没问题 还有这个网关DNS等等 都是可以拉来拼的 如果拼不通 可以尝试从网络属性发所有的协议 可以删除 然后重启之后重新安装 这个不建议大家去删除 这个 装好装 就是删好删 但是你后面装能不能装上去 那是一回事 装这个协议还要调用系统的一些什么文件 不同的文件 然后才能配定这个固定的协议 还不好录 而用这个了 ERF通过执行这个命令 可以查看 检查IP包 哪个网段出说 拼这个IP的 目的的IP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参数 干D 去捡D号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无限的去查找 它会查找你这个路由 这个翻译过来就是路由的意思 它是在路由的每一个点每一个点 到时候它会知道你整个网络到达目的地中 能转过了多少个路由 这个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我是依修哥 拜拜 电脑外设网络维修小技巧 开机提示 由于启动计算机时出现页面配置问题 如何触底呢 故障现象 电脑开机时有时会跳一个系统属性的界面 如图 就是这个 以前有碰到过 跳了这个之后就麻烦了 有可能分区都不在了 反正上次有碰到有客户有反馈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出现这种情况的还不少 有好多个 点击确定会出现这个 然后有可能是虚拟内存不足或者是系统空间不足造成的 但是也有可能我刚刚讲的分区坏了也有可能 解决方案右键计算机属性打开实验面 点击左侧就是这个高级系统 这个点开 然后这边有一个再点上面这个高级选项 然后再点 这边性能边上的这个设置 设置完了之后 点这边有个更改就可以改虚拟内存了 选这个 自动分配就简单了 点下自动分配 全部都给你系统自动给你分了 如果锡盘空间很小了 就要把这个自动在上面给它取消掉 但是画出过来也不一定 如果说你的空间小的话 也有可能 你点完这上面自动之后 它不给你在锡盘托管 它给你托管到其他盘去了 也有会这样的 那如果说你想保险点的话 你就把这个勾去掉 然后自己来设置 如果设置到地盘 然后再设置一个 就是锡盘是无页的 然后地盘的话 就是点中地盘之后 然后选择这个中间 这边这个系统托管 就这边后面这个系统托管 然后设置一下 它就自动给你托管 如果上述方法无效 请关闭所分居上的页面 然后所有分居上的页面 就是把所有的全部都改成无 就这个意思 托管这个你要改到这个无 然后再设置一下 全部设置成无 然后再把系统重启 当系统执行选择 备注虚拟内存分别是虚拟存储 就是这个 电脑所运行 需要经过内存执行 如果执行的占用内存很大 会导致内存耗尽 为了解决windows 他就运用了一个叫虚拟内存技术 也就是把一部分硬盘空间 拿来当内存使用 当内存耗尽的时候 就会自动调用 并反来充内存 以缓解内存紧张 如果计算机程序 或者是分配的这个存储器 寄存器 RAM 就是这个 不足的时候 运行的程序 或者所需要的随机存储不足 Windows 则会进行 虚拟的存储器的补偿 只有当计算机的 就是这个RAM 就是内存 和硬盘的临时空间上的组合 组合时 当RAM运行反慢时 便会将这个数据 从这个内存移动到 分页空间 将数据移动到分页文件 可释放 就是内存 以便完成工作 一般而言 当计算机的这个内存 容量越大 程序就运行的最快 如果计算机的速率 由RAM可用的空间匮乏而减法 就是说你的内存的占用之源 快用完的时候 它就会 电脑会变得有卡动感了 所以内存有些人 基本上 像我们最基础的也要16G 可以增加虚拟内存来进行补偿 但是 计算机从这个硬件存储速率 要比这个硬盘读取的要快 因而扩张这个内存条 是最佳的选择 讲话是这样说的没错 但是如果你用 如果说现在给你少部分的钱 我宁愿扩充把就是 一个固态硬盘 比扩充内存还要更实际一点 把原来的机械换成固态 虚拟内存是Windows 作为内存使用的一部分空间 虚拟内存 其实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文件 它文件是这个名字 通常情况下是隐藏的 必须在机缘管理器 文件保护 这个勾给它取掉 也就是内存页面被称为页面 文件名中来的 页面文件 翻译过来名称就叫页面 页面文件了 这个文件 如果是叫它自动存的话 会很大的 几个句都有可能 休息一会 我们马上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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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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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